天丹楼前,杜凡和冷华两人见他们又来了。 竹子,是不是还有什么事? 怎么绕了一圈又回到这里来了? 嗯,是有一件事要交代你去办。 凤九笑了笑,江碧波湖那一带的地方跟他说了一下。 最近,你不是在休息研究阵法吗? 正好,那礼就交给你了,洞凡眼睛一亮。 没问题,竹子放心吧,我定不会让竹子失望的。 交代过后,他们回到凤府,才坐下没多久,灰狼就来了。 直水仙君今天一直在问起竹子,说竹子回去了,去见见他。 泽,要不我跟你一起过去见一见。 你师尊来了应该也有几天了,我这还没有见过呢。 不过,你师尊来找你,到底是什么事啊? 你不会瞒着我吧? 听到这一话,他握着他的手。 他来找我,是有件事要我帮忙,不过,我正在考虑中。 有事要你帮忙,你没答应啊。 看这样子,是他没答应,所以他师尊才会在这里等了几天。 他看着他,见他一脸讶异。 我正打算去回绝他。 虽然我没有见过他,但他毕竟是你恩师,既然他开口,定是很重要的事。 他找你帮什么忙,我能帮上忙吗? 他是叫我跟他去海外一趟,说需要动用我的宣言舰,而且归期不定,所以我没答应他。 去海外?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?那岂不是,不知道要去多久了? 嗯,不用担心,我不去,等一下我就跟他说。 要不你就去吧。 你师尊特意来找你,让你帮忙,你如果拒绝了,不太好,而且,也许真的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呢? 若是跟他去了海外,可就不知几时回来了,你不担心? 以你的实力修为,还有智慧,我应该担心那些找你麻烦的人,而且,我在这里等着你呢,你敢给我不回来试一试? 哼,我带你去见见我师父吧,就是要走,也得等天丹楼开张,确定你一切上了轨道,之后再走。 不急吗? 急也没用,我若不想走,他难道还能绑我走不成? 他牵着他的手,往梁府之间的小门走,带着他去见一见他的师尊,直水仙君。